今天從一到 什麼都要來 什麼都這麼快 什麼都要說 怪物神 神 神 怪物神 一個大男孩站在舞台上 氣不成聲 一把鼻涕一把淚 哭成淚人兒 他是圖建成 曾經是大人眼中的問題少年 但在安利皇冠大使 徐明哲的帶領下 一步步走回正軌 我曾經有兩年沒有回家過 對 翹家兩年 然後中間有一年 就過年的時候 中間會過年 我之後回家領個紅包就走了 我很喜歡去玩卡 原因是因為有家的感覺 因為我曾經 我爸媽常常吵架 對 我爸也說 也沒有很常回家 所以我不知道小時候 什麼是愛的感覺 姑姑眼看好好的一個年輕人 可能將繼續沉淪 就趕緊把建成 帶進青島學院學習 在老師徐明哲細心的指導下 第一個課題就是了解 什麼是愛 愛不是我們在去的方向 還是我們觸發的地方 可是你自己如果 從哪裡觸發都不知道 你就從你內心 所以那天我就跟他講 一句話就講 你看建成 剛剛進來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要做什麼 可是因為他得到很多的愛 所以當開始 這個地方有很多的朋友 就告訴他 哎呀你一定可以的 進入一個充滿愛的環境 建成耳濡目染 學習正面思考 改掉壞脾氣 甚至帶領同學和妹妹一起學習 同時也理解父母愛的方式 有很多人責備孩子 就我愛你 他用父母親的方式去責備他 然後覺得這個是不是他喜歡的 所以他發現愛一個人很難 是因為他很害怕去傷害人家 所以現在很多的父母親 包括社會同產的愛 就像一朵玫瑰花一樣 很漂亮 但是他所有的字眼都有刺 就是你愛他去擁抱他 但是你會受傷害 所以很多人常常講說 哎呀我要去愛別人 可是為什麼懶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常常講 愛你必須要做 你必須要用心去做改變 那個改變是什麼 那去瞭解別人需要 就是很重要 學民就看見社會上 有許多孩子受到環境壓抑 缺乏教育 才會造成行為偏差 而對於事業 他用創新的思維 透過愛要感染 社會上每一個角落 當他來的話他改變 他不是影響一個人 他會影響到很多人 所以我常常講說 你如果只是賺到錢 那是人生的選項 可是如果 你能夠賺到一種 使命感跟著人感 你能夠把這個愛 去感染別人 去改變別人 從他的思維生活習慣 我覺得這個 安利的價值就不一樣 所以我常常講 安利的價值比價格更多 收穫比收入更多 值得吸引 和愛的話語 徐明哲的態度 卻也是堅定 充滿能量 雖然這些孩子 和自己 都沒有血緣關係 但他的大愛 是無人福建 不分彼此 也將繼續在社會裡 發光發熱 感謝我父母給我生命 但是老師真的給我生命力 他讓我找到 正確的價值觀 以及怎麼做人處事 老師真的很感謝你 我很愛你 安利西文 黃恩哲 賴燕辰 台北報導 你也有什麼好看 是誰 我一人想在那裡 我們想在那裡 你不想在那裡 你不想在那裡 我不是想在那裡